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5月23日 已經是 星期二了 昨天 傳媒報告 說政府發稿 過去五個月 有超過5700宗 取消 器官捐贈的登記 其中 個半是從未登記或重複取消 李家超 說他是意圖擾亂 李家超 今天被記者問的時候再說 他說這種行徑非常可疑 破壞整個系統的行徑 只是恥辱 對此嚴厲譴責 要求警方調查是不是涉及違法 這個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是違法 為什麼 誰違法 你如果 那個系統是混亂到這樣的 人家 有沒有登記過 都可以取消的 那這是什麼系統 我想問一下 我想 跟大家說 什麼叫取消 你有登記過 才可以取消 如果從來都沒有登記過 正常來說是不能取消的 是不是 即是說 李家超 我現在取消你 法國的國籍 那麼你會不會出來吵 怎麼搞的 無端取消我法國國籍 那麼你是不是申請過 不是 我也沒有申請過法國國籍 你取消什麼 就是 你沒有登記過法國的法國 你沒有申請過法國國籍 你取消什麼 現在器官捐贈一樣 原來器官捐贈 沒有登記過的可以取消嗎 你這是什麼制度 還是 你已經強制把所有香港人 全部都登記了 什麼 惡意取消 重複取消 從未登記 你自己在說什麼 李家超 你這個說法 我想跟大家 說一句很清晰 現在李家超 他就譴責有人 去取消這個五千多人去取消這個器官 捐贈的登記 很害怕 原因是因為香港沒有什麼人捐贈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五千多人對於 有700多萬人口 你們說吧 有700萬人口的香港 很糟糕 沒了這五千多人捐贈 香港就玩完了 香港就沒有器官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有多少公務員 18萬20萬公務員 還有紀律部隊 警察也有3萬多人 消防 懲教 海關 紀律部隊 這麼多消防 警察 還有附警 你們加起來有30萬人 30萬人如果全部登記 怎麼會自在區區的5700宗 香港政府 我想先搞清楚 第一 是不是沒有人 根本你們這班所有公務員 所有的 公務員的家人 所有的紀律部隊 所有紀律部隊的家人 是不是全部 都沒有登記器官捐贈 都對香港 不肯付出 不肯貢獻 你回答我的問題 第2 5700人取消是不是很嚴重 嚴重到你們覺得這件事要查 要抓人 有人違法 第3個問題 就是 原來沒有登記器官捐贈 都可以取消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是不是 李家超 我覺得你申請了英國政治庇護 沒有 那你取消他 好啊 我就取消他 你這樣說法就是證明你自己有登記過 你申請過英國政治庇護 是不是 這個邏輯是不是很簡單 你從來沒有申請過的 取消 你的系統出了甚麼問題 唯一的解釋 就是你 強制幫全香港人 都登記了 明明沒有登記的 你也幫他登記了 所以呢 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去取消 是不是這樣 如果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不是5700人的取消 是570萬 大家想一下 你 可能無端端 被人登記了你的 這個身份的 早一陣子 李慧琼說 用他的資料去登記器官捐贈 他就說被人盜用 照計是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熱愛祖國 熱愛香港 登記有甚麼問題呢 幫你做好事 現在不是幫你做壞事 現在不是說 幫你的器官拿去賣給人 是 幫香港人 器官捐贈 根據你們的說法 不是那些器官是送回大陸 就是器官 那麼你怕甚麼 報甚麼警署 你也要報警 究竟器官捐贈 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我想問一下 香港究竟你的公務員有沒有填過器官捐贈卡呢 公務員加幾個部隊 起碼30萬人 如果算是家屬 過百萬人 那麼多人如果都有登記的 哪有勢子 至在那五千多人有沒有登記的 取消就取消了 好閒的嘛 是不是 一個人訂閱而已 一千幾百萬人 一百萬人訂閱的東西 差了幾千 過去五個月 很濕碎 現在問題不是 原來你們沒有人簽的 那是怎麼說 你們不愛香港 自己身為公務員 身為紀律部隊 也不愛香港 也不簽器官捐贈 跟捐血一樣 你們也不捐 你叫給別人捐 是不是 李家超 必須立法啦 不如立法啦 出政府糧的 全部都要啦 好像宣誓效忠 沒有填器官捐贈卡 是不是 還有家人 不填的 全部都不可以做公務員 要宣誓 每一個公務員都要宣誓 有簽個器官捐贈卡 還有家人 只是親屬 老婆 子女 也要 住在警察宿舍 政府宿舍 所有 住政府宿舍的人 全部都要登記 不登記 就要喪失政府宿舍的資格 不如立法啦 這樣保證有很多器官 現在大陸很需要香港器官 現在要挖香港人礦了 還是香港 你明知道香港的 那些官員沒有人登記 香港的 公務員 整個 那些隊伍全部都不登記 是不是 所以你們就要這樣做 是不是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真的拿出來很值得討論 我們說一下 登記系統 文匯報記者 實測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網站 發現網站沒有功能核實申請者的身份 記者點擊取消功能 系統沒有第一時間核實記者 是不是曾經登記過器官捐贈 輸入個人資料的時候 即使身份證號碼和個人資料不符 系統照樣接受申請 並指手後會有衛生署的職員 致電核實申請 保安網絡專家批評這個網站的設計 存在錯誤 沒有辦法 在取消器官捐贈的申請前 核實對方 是不是已經完成登記 增加白狀機會 浪費之後衛生署的人力來篩查白狀者 也應有心捐贈已登記者卻步 覺得網站而欺 所以就會 放棄這個捐贈的 念頭 這個說得沒錯的 文匯報記者絕對是 李家超口中說的犯法的人 如果不抓文匯報記者 你現在在做甚麼 你在教唆市民去登記 還是教唆市民去取消 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是不是 好了 究竟現在 取消器官捐贈是否犯法呢 如果是的話 李家超要說清楚 不能取消 其實我覺得最嚴重的問題是甚麼呢 沒有登記器官捐贈 反而取消的是恥 這個問題 很嚴重 沒有登記過都可以取消 你說甚麼都可以 李家超 你麻煩你取消 那個 尋求英國政治庇護 或者美國政治庇護 登記才麻煩你 是不是 你有沒有登記過 沒有你取消了甚麼 是不是 你是陰人 還是你自己精神有問題 好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令人很懷疑 是不是全香港人已經被強制登記了呢 這個才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如果是的 我估計香港有570萬人去取消 因為很多人不願意捐贈 是不是 不願意就不願意的啦 你們是不是 幫大陸活摘器官 是不是幫大陸把器官 運上去大陸 因為香港人的器官 起碼 安全一點 乾淨一點 起碼喝的水沒有毒 吃的油沒有甚麼溝油 起碼空氣 沒有那麼多的有害物質 平時吃的東西都安全一點 年輕人的血健康一點 是不是這個意思 器官乾淨一點 這個真的是很大問題 我們一直都很擔心香港政府 會加入這個中氣集團 現在不用說 很明顯你們就是中氣集團 你們就是中國活摘器官集團的一份子 所以 李家超的說法令到香港人越來越擔心 現在正在挖香港人礦 為甚麼要挖香港人礦 因為 他們政府知道 明知道這些東西 送回大陸了 他們不做 就迫你香港人 除非你們 表示誠意 不是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公務員 帶頭捐 公務員強制捐 紀律部隊強制捐 你們紀律部隊公務員 是賺那麼多錢 供給外面的人多很多倍 你們都不去捐 誰捐呀 你們都不去做 誰做呀 現在 還留在香港特區政府 賺那麼多錢的人 你們都不愛國 你們都不愛香港 那麼你要我們愛嗎 很難 這個問題真的很值得探討 大家不妨多點留言 你們有沒有 強制被人 去捐贈器官 或者被人強行來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要大家深入討論 你們 有沒有 被人 強制登記了 而你們是不知道的 查一查 我怎麼知道 會不會像李慧琴那樣 我被人盜用了一支你們登記器官捐贈 首先你們要先訪問一下李慧琴 李慧琴 還是麥美娟 還是麥美娟 我忘記了 還是老鼠分 總之事大一個 我想問一下 登記器官捐贈是甚麼不妥呢 是不是一個罪惡呢 是不是對你很大損失呢 如果你也有那麼大損失 每一個市民都希望知道 自己有沒有被人盜用身份 捐贈 是不是 查一查好一點 好了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虛化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